马联在季前赛给大家一个印象就是好像有些进步改善 无论是球员的状态、墙壁、进攻流畅度等等 不过新球季的第一场对着白里顿一切又回复原本的一样 这场马斯亚受伤、密斯朗正如坦哈格在赛前这样说先做后避 压力臣正选中坚起用新加盟的马天尼斯夹着队长麦佳亚 中场有麦托文尼和肺特相信很多曼联球迷都会黑人问好 他们两个同场的效果众所周知 为什么坦哈格会继续这样用呢? 正如坦哈格常说强调落场的球员是在练习的时候最好状态的一批 我又想问一下新组是否处于最好的状态呢? 看他好像完全没有态 上季两次对着白里顿曼联主场几经辛苦才赢到 密斯朗克亦被对手炒过四球 今场他们的表现,例如入球、抢壁 正确就是曼联需要学习和展现出来的 一直都觉得一支中营班的人脚可以做到的事 偏偏曼联就是做不到 经常有个疑问 到底是曼联的球员能力有问题 还是他们的心理才是最大的问题 例如面对面交失球、低级犯错 有球在脚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做等等 不断重复又重复 新球季第一场就输球 坦拉格承认是极度失望的 他就叫球员不要投蹲蹲 需要团结和改善 怎样改? 可以给坦拉格的 希望他看到中场失势的问题 买人也好 或者试下把马天尼斯推前一格 用多些云迪碧克或者加拿 至于麦汤文尼和废特的组合 真的不要这么硬 不要再用了 坦克一项不明裕的记录 就是自2014年的云高尔之后 第一位曼联领队 在新球季第一场领军就输球 曼联的鄰居曼城 憑着布大力红的神风夏兰特 入了两球球 2比0赢了韦斯坚 大家猜猜夏兰特一季可以入多少球 哥迪奥拿执教各个联赛的一队以来 夏兰特是第一个 他领军在地标战能够攻入两球的球员